这样吧江城,我看还有几个清醒的,你过去跟他们说说,让老板安排几间屋子出来,把他们扶过去歇着,等明天再一起结账,反正念凶有钱。 然后你和他们几个先回云深不知处。 江城道,那你呢? 魏无羡用下巴点了点旁边做的一本正经的蓝忘机,我要照顾他。 江城又露出了那种眼神,看了魏无羡一眼便去了隔壁桌。 臭小子,嗯,没说你,蓝湛啊,我们该回云深不知处了,你,能自己走吧? 嗯,走,回云深不知处。 哎哎哎,你慢点,听魏无羡说要回云深不知处,蓝忘机突然变得异常兴奋,拉起魏无羡的手直接冲出了房门。 迎仙楼的客人已经走得差不多,只有一楼的几桌客人还在喝酒。 蓝忘机拉着魏无羡从三楼一路走了下来,山姬伙计看到他们,忙不迭地迎了上去。 仙人小公子,可是酒不够了,咱这还有呢? 多的是。 魏无羡被蓝忘机拉着直冲门口,空里还不忘回过头来回答山姬伙计的话。 够了够了,劳烦准备几个房间,帮我把我那些朋友照顾好。 多谢。 哎哎,蓝湛你等等,我差点摔倒。 山姬伙计跟着他们走到门口,看着一路被蓝忘机拽着跑的魏无羡,纳闷地猝了猝眉头。 踩一阵的街上,两边的店铺已经陆续打烊,偶有几个正在收拾东西的商贩。 听到魏无羡的叫嚷,纷纷抬起了头,看到是两个拉拉扯扯的俊俏小公子,都跟着笑了起来。 蓝忘机的力气又大,走得又快,魏无羡快要跟不上他,看到他脑后飘起来的白色抹额。 抬手便抓在了掌心,他稍稍一用力,蓝忘机的头跟着往后瞪了一下, 终于停了下来。 魏无羡驻足足一手撑在膝盖上,弯着腰喘气,蓝忘机看了看他握着自己抹额的另一只手,道,抹额,别动。 魏无羡抬眼看了看他,又看了看自己手中的抹额,撒开了手。 蓝忘机的目光也随着被松开的抹额朝下望去。 魏无羡,一根抹额而已,不动就不动了。 蓝湛你喝醉了,怎么这么不听话,我怎么叫你,你都不理我。 不对,以往你也没有听过我的话,这不是重点。 回云深不知处,我们可以慢慢走啊,还有时间,你为什么非要拉着我跑,快累死我了。 我要是不拽着你,你是不是打算就这么拉着我一直跑回云深不知处。 蓝忘机,走。 魏无羡,对啊,走。 走回去,不是跑回去。 蓝忘机凑近一步,道,走吧。 魏无羡终于把气喘云了,他直起腰来,好。 走。 倒是会指挥我了。 两人才走没几步,迎面走上来一个体态风鱼的妇人,看着魏无羡和蓝忘机笑了笑,道,两位小公子是那仙山上下来玩的吧。 刚好收摊了,我这有些剩下的唐人,两位若不嫌弃的话,就拿去吃吧。 魏无羡,哇,多谢这位大婶。 魏无羡接过两个唐人,那恰巧捏的是一只龙和一只狐狸,他自己留了那只龙的,把那只狐狸的递给了蓝忘机。 蓝忘机看着他手中那个勉强可以算得上是狐狸形状的唐块,醋了醋眉。 魏无羡,快拿着呀蓝战。 蓝忘机也学着魏无羡的样子,接过唐人,然后朝妇人微微汗手,道,多谢,大婶。 夫人被他俩叫得开心,两只脸颊竟不自觉地飞上两片红韵。 哎呦,我一把年纪,被你们这两位小公子叫得,都有些害羞了。 魏无羡笑道,哪有,我看您身姿优雅,举止大方,谈吐也有一丝说不上的韵味蕴含其中,叫您一声,夫人也不为过。 夫人两片脸颊红得更透了,哎呀,使不得使不得,这位小公子当真是能说会道。 时候也不早了,您二位也赶快回吧。 我听说那山上的仙家似乎是有门禁的,可别悟了时辰,犯了戒啊。 魏无羡又再次道了谢,然后拉着蓝望鸡的衣袖朝云深不知处的方向走去。 蓝望鸡一路上被魏无羡牵着,但是目光一直在看着唐人。 魏无羡问他,看什么呢蓝战,再不吃,这堂可就要化了。 蓝望鸡,化了。 魏无羡停下步子,回头看他,嗯。 然后指着唐人道,这个是这堂做的,现在这个天气不适合存放,要赶快吃掉,不然堂就化了。 肩旺鸡,魏无羡见他不说话,始终盯着唐人瞧,又问道,你,不会是第一次吃吧? 蓝望鸡淡淡地点了点头。 魏无羡突然想到,像姑苏兰是这种烦闷又迂腐的家族,蓝望鸡恐怕从小都没有见过和接触过这些东西。 蓝战蓝战,你看我,嗯,你像这样,咬一口。 魏无羡说着,便把自己的那个唐人放进了嘴里,一口就把龙头咬下去了一半,然后眼神示意蓝望鸡也像他这样做。 蓝望鸡,头,没有了。 魏无羡,这个是假的,都是那个大婶自己捏出来的,你快吃,可甜了。 蓝望鸡看了看魏无羡那个只剩下半个龙身子的唐人,还有自己这个完好无缺的狐狸唐人,最后选择保护好自己手里的这个狐狸唐人。 魏无羡看着蓝望鸡把唐人护在身后的样子,挑了下眉,然后心里突然升起要捉弄一下他的想法。 魏无羡歪着头凑近蓝望鸡,说道,蓝湛,不是都跟你说了,快吃吗?不吃的话,可真就化了。 蓝望鸡摇了摇头,魏无羡,那你不吃,不如给我吧。 魏无羡说着,便去抢蓝望鸡身后的唐人。 蓝望鸡虽然还是醉着,但是身手却依然敏捷。 他躲过了魏无羡的偷袭,眼神变得警戒,固执地将唐人藏在了身后。 不给我是吧,不给我我还偏要吃你手里的。 魏无羡将剩下的半个唐人含在嘴里,又朝着蓝望鸡扑去。 蓝望鸡左躲右闪,只退不进。 深夜寂静的山林中,一龙一壶来回穿梭,时而在枝头闪过他们的身影,时而又在草丛中发现他们掠过的痕迹。 魏无羡,不错啊蓝战,喝醉了身手还这么厉害,真不愧是韩光君。 蓝望鸡,魏无羡,追了你这么久,你还真是护着那个唐人。 你又不吃,又不给我,难不成真要收藏存放起来? 我不是都告诉你了,现在这个天气放不了几天的。 蓝望鸡,不给。 魏无羡,真是固执。 不给我,那我就继续抢你的,我来咯。 蓝望鸡一个深月,躲开了魏无羡的进攻,他背对月亮站在了一处高大的树枝上,俯看着下面的魏无羡。 魏无羡羡羊羊着嘴角,双手还胸,仰起头来同样看着蓝望鸡。 蓝望鸡,为什么要抢我的? 魏无羡,蓝战你没听说过吗? 吃的东西从来都是别人手里的,才是最像的。